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想在美墨边境建设隔离墙 那在共和党年代不成事 现在民主党掌控众议院更是难上加难 特朗普现在直接威胁共和党人 如果不拨款建围墙 就会促使政府停摆 美国国会必须在这个月21号之前 发放一些政府机构的拨款 否则这些机构就无法运作 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民主党国会高层时 就以此要挟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莫书强调 美国不应该为了一个分析就导致政府停摆 所以建议总统另寻方法